2022年的第一场古董集市伴随着漫天大雪 我们在东寺初红法市 边欣赏雪景边逛摊非常开心 我是京都无尘古董店 订阅我的频道 每周带您一起逛各种各样的集市 看好玩的古董 下午学小了点 我们准备找地方休息 然后吃点什么 这个可以吗 是 这是哪里 这是哪里 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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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哪里 哪里 这是烤鸡肉和葱肉串是吧 别说这种烤的焦焦的鸡肉串还真是挺好吃的 我们吃了两个串准备看人家喝这个特别热的酒 我们俩也想喝点 然后吃一个冠冬煮 这就是超市普通的清酒 看它给热了 烤的方法太奇怪了 大提提提 铁板一压了 铁板一压 疫情细节 现在又开始飘小雪了 我们俩酒足饭饱再吃气逛一趟 您的铁板一压了 对 这比较老 她都问了 嗯哼 要不要吃了 很不舒服 我今天要安的食物 好 你吃了 嗯 今天要安的食物 吃了 有一個食物 一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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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要吃 吃了 吃了 哦 这是一个装柴叶的柴叶盒 这一柴叶盒 梨形 这不是茄子形 这挺好玩的 木质不行 木质不行 哈哈哈 油120克 犹土 辣椅脑 穿起 吴 Interesting 然后 一个 太细 一拆一拐也挺好玩的 它是木头的 然后它再放在这个笼子里 这应该是个碗 茶碗也是拿出来的 就外出的时候带的 这茶碗挺好看的 这应该挺老的吧 怎么也是高所初期的 这也挺好看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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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 李宗盛